Windows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用来设置小程序的状态栏 导航条标题 以及窗口的背景色 这东西巴巴巴讲了一大堆 是不是啊 接下来干嘛 咱们来射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射一下 那么我们先把第一项干嘛呀 我先不射 听好了 第一项因为我先不射 这个地方大家看着好 这个颜色是吧 我通过词义 大概什么理解 背景的一个文字样式 这东西 听好了啊 它是不是高量啊 这东西我暂时不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复杂 我先把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是把导航什么 导航的一个什么 文字的B级颜色 那这个地方的颜色呢 我随便整一个 我整个小细盘 比如说我吸一个吧 我吸一个这个颜色 我喜欢这种颜色 OK 我是把吸下来了 这就大家看好 我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变 是不是有变了 那梁老师 你这个你是知道 因为你已经交了那么多班 而且你也写了很多 你当然知道了 我记不住啊 怎么办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Windows啊 来 我刚才设置这玩意啊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给你写了 能看到吗 OK啊 我记得下面应该有张图 大家能看到吗 是不是这张图给你画的更清晰啊 那当然你 你回头的话去看 你现在不要去看 好吧 我去告诉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啊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文字 大家发现这个文字和这个文字是不是很像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给他给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做什么 微信 小程序 开发 有没有变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吗 Navigate 什么 Test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往这方找一下 走走走走 走到哪来 咦 把哪去了 是不是在这 这个地方是干嘛呀 大家知好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特意带你们看一下 就告诉你这东西他能不能以16进制那种形式 就是以这种形式来设置 挺好的 因为我这就是为什么让你们我带你们看这玩意的原因了吧 就告诉你只支持两个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黑白相见你什么时候你找一下那个小庄或者小马 你跟他说一下 看一下他能不能同意 啊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白色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种是蓝色 然后配蓝色 什么相对好看一些 可以吗 OK 那接下来是不是大家发现就这个东西 我似乎好像没有用上 是不是似乎没有用上 OK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要脑上没有用上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这个 在哪里 什么这个 这个地方什么写的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下拉的样式 那这时候呢 大家看好 我现在怎么拉 他能不能动 看到了吗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让他能下拉吧 这时候呢 往下翻 这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false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干嘛呀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个地方写到这上面 当然这个东西一般我们用的也少 但是你知道一下 是不是写这个出啊 这样来你看好 我一拉 能不能拉了 能拉 但是你能看到吗 为什么又看不到呢 因为这玩意儿是背景是光亮的 你这玩意儿也是光亮的 就这就好像举个自己的 你现在干嘛 在有太阳的地方打着个灯 你觉得你能看到那灯光 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咱们第一种方案 我可以把它干嘛呀 把它整成什么 是不是就能看到了 能不能看到那三个脸 OK 这是第一种方案 那当然我们还是用光亮 好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呀 我们把背景的颜色给它干嘛 这个背景颜色大家找了 它是不是支持什么 16进制啊 所以说我就来一个16进制 OK啊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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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喜欢这种颜色 OK啊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 有没有 有吧 当然这个地方呢 CCC是更什么 更优雅一些 那大家能看到吗 能不能看到 OK 那么这就是这三个 是个黄金大道 没有吗 如果说你不设置的允许拉 那么你放心干嘛呀 这东西你怎么设 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呀 OK 那这三个呢 是我们设置这个东西的吧 明白 OK啊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也给大家 是不是也接着图啊 也接着图 那么 这个东西干嘛呀 你自己去看一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啊 所以说它比较简单 它是不是设置了什么 是不是导航栏啊 我们的标题呀 以及下拉 是不是这些东西啊 OK 那么 那么这就是我们啊 所讲的Windows 那当然Windows除了这些东西呢 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么其他的呢 这个东西呢 一般用的是比较少 比如说我们什么 向上拉的时候 底部多少的时候出发 我们说默认给我们50枪树 非常好 我之前有改过 知道吧 改完了以后发现干嘛呀 用户体现反而变得不好 所以说经过我们的一个测试以后啊 发现干嘛 官方给的这个数字啊 是刚刚好 当然你可以改啊 你后面我们做的那个什么下拉 就是双拉下载更多的时候 你想改干嘛 这很简单 你能改 知道吗 只不过改完以后干嘛呀 咱们又一定怪怪的那种感觉 行吗 OK啊 那么包括还有些其他的啊 你们想改就改 行吗 好